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园林镇代表 临近村里奖等贵宾与会 为现场关心园林发展的乡亲 说明推动园林升格的各项措施 以及未来升格园林事后的各项优势 这个园林升市议会是乐观其成 但是还要了解一下民意 要看看大家的意思怎么样 要问问看大家的意思 那民意支持的话议会才会支持 所以我们要办这十场的说明会 那大家说有什么困难是不是 议会为什么会有疑虑 最主要是这样 譬如普新那边扫三个村以后 可能会影响到西湖选区议员 那时候在传说会少掉一席 还有呢 这个赤头那边扫三个村以后 电中那位电中下头二罪那位议员 这个席次可能会少掉一席 所以议会议员会有疑虑 但是我这两天 请我们民政处仔细精算过 都不会 这个普新那个选区议员席次也不会少 下头那边按照目前的人口 把三个村都并进来 他们两个选区议员席次都不变 都不会变 我这两天已经请我们民政处精算过 精算过 那所以现在唯一有疑虑的 就是这个四个乡镇的乡镇长 哎呦 驚啥三个村啊 应用有稍微应用 那但是呢我给大家报告 这是对大家都有帮助 不是说对大园林有帮助 而是对他们本身乡将来的发展 也会有帮助 园林整个发展起来 他们旁边周遭的乡镇也都发展起来 大园林整个发展起来 所有的公共设施 我们周边的乡镇的这些乡镇 也都可以共同的享用享受 我们现在叫我们馆长的乡镇来做 这是最快的 就是把12岁握过来 只要10月份 上我们的程序员会 看议会 管议会 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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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28个议会 我们就升级了 你都说议会很简单 不然很简单 人家就要拜託你来 就是拜託你来 拜託就是这些议会 我们的程序员在这里 也要拜託他们的议会 也有实在轨了 他们民进党也有轨了 在程序员里面 都有三个 当然 郑政匠在这里 也要拜託 那些国民党 你也是要拜託去议会 不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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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没办法过了 所以说这个案 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 10月份 要送我们广议会 广议会 会过不过 就要拜託我们这里 大家来议会 彰化县政府 为全力促成 园林升格改式 带动彰化 南北双式均衡地方发展 缩短区域间的 城乡差距 创造南彰化的新视野 增加各项公共建设 建立高品质的生活圈 更希望藉由此说明会 让乡亲了解推动的情况 并听取在地乡亲的宝贵意见 共同来为园林升格做努力 公英频道 徐世昌 圆林采访报道 广议会 广议会 广议会